桌球教父莊志淵手拿球拍與人對打 不過這對手竟是行政院長卓榮泰 面對國際名將院長打起來稍顯吃力 不過熱身後兩人互相切磋 場面相當熱絡 高雄市長陳其邁也隨後上場 這次院長卓榮泰與市長陳其邁的人 一同拜訪志淵卓球館 不過打球只是體驗 更重要的是 為了瞭解莊志淵未來的發展規劃 關心基層選手的培養 是教育文化的 這個敬佩在我們這邊 是要來考察一下 多多給人家支持 他同意就可以了 你同意就可以了 這個運算不敢三 提到臺灣運動球員 經被欠缺問題 參加過六屆奧運的莊志淵 靠著自己打球的獎金與薪水 辛苦撐起球館 在現在合作企業贊助結束 球館又面臨資源不足困境 在培養小孩的過程中會需要一些企業贊助 那之前有黃愛集團 現在可能就結束了 所以到現在因為我也剛下來 所以在這方面可能自己也會去 看有沒有辦法 或你自己還在思考 莊志淵說雖然辛苦 還是會繼續努力 也希望大家給予支持 讓臺灣有更多柚子同學出頭 在國際舞台上展露頭角 三地新聞黃啟超成員高雄報導 臺灣 到現在臺灣